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今天呢,我们结合这个舌相分析 来解决一下这个难科的问题 来,首先我们说这个男性朋友 他自己说自己的早歇啊 勃起不间啊,阴隆潮湿啊 骚痒啊,当然伴有这个睡眠困难啊 还容易醒啊 醒后特别乏力啊 平时呢,腰气酸软啊 还有说这个有的时候感觉像这个尿液黏着了内裤 其实这个阴隆潮湿 但有的时候还有这个今夜或者前来先宴自出的情况 现在这种情况呢,也很常见 下面呢,我们看一下他的舌相 首先我们说他这个舌尖呢 偏于平,就是没有圆韵的那个弧度 这个呢,我们说过很多次了 这个都是这个心血和心气不足的原因 当然我们说这个心主神智 心脏有虚,心神不能安定 所以你像他有这个失眠啊 睡眠困难啊,容易醒啊等等 当然这个舌中呢,有裂纹 这个呢,是有阴虚的这种情况 当时他也有这个口干啊,舌灶 他有这个情况 阴虚了这个阳就抗 所以呢,扰动心神 这个阳抗呢,就会出现一些虚热 包括你像他说这个手足心热啊 乏力啊等等 再有呢,就是这个舌根这个地方 除了腻胎以外,还有很明显 这个他当时的舌头比这个明显 很凹陷 我们说过凹陷就是一个虚 他这个其实就是肾气虚的原因 所以腰气酸软啊 包括这个,我们说他的蓝壳问题啊 勃起不坚了,早歇啊等等 这个是他主要的原因 当然他这个是相互影响的 包括这个阴虚啊 包括这个心肺气虚啊 等等是相互影响 但他主宿呢,是以这个南科问题为主的 另外呢,我们看这后面呢 有后腻的胎 这说明了是湿气太重 湿气太重 日积月累呢 就形成这种后腻的胎 所以你看他有这个湿蝎去下 所以呢,他自己不渴的同时呢 他还喜欢喝一点温开水 这就是他的情况 当然你看他阴阳潮湿啊 骚痒啊 另外大便粘腻啊 上厕所总是觉得拉不进啊 这些都跟这个湿蝎年龄有关 另外这个舍胎呢 其实从这也可以看到的 有一点泛黄 这就是一个湿日久了以后呢 育儿产生的热 这是一个情况 当然他自己也说了 口苦口黏啊 早上起来的时候 觉得口里面麻木 觉得没有什么滋味 还觉得很难受 小便的颜色也重 当然了 据了解的详细问呢 他主要还是有一个长期的不良习惯 一个是熬夜 再一个是频繁的收音 这个人好像当时年龄不大 所以我们现在就 很多这个年轻人 二十多岁 很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在这要再一次呼吁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你不能说是方便 就自己频繁的做这个事情 这个不论是成年人 还是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都不能这样 他这个久而久之呢 就是身体掏空的原因 当然我们说了 这个心和肾呢 是相互在一块的 因为肾管着整个阴夜嘛 你想本身一个熬夜 再加上自己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 所以他这个病啊 当时情况是比较重的 对于这种情况呢 我们是这个心肾的阴虚 再加上这个下胶的湿 寒湿和湿而化热 所以同时呢 我们是一个补养心肾 这个当然他又虚热嘛 天王不心丹 和这个治甘草 这个过于滋腻 所以当时呢 我们放了也有大量的 这个去湿的这个药 就像茯苓啊 藏白竹啊 等等吧 就是这样 饮食上呢 当然我们说了就是这个 一是一定要戒掉不良习惯 尽量不要熬夜 这个是他需要注意的 这么一组这个药呢 用了一段时间呢 症状慢慢的改善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你学会了吗 咱们下期接着讲 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观众王医生 一起做中心传承人